11月23日 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在浙江嘉兴乌镇举行 在主论坛 数字经济与科技抗议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带来了视频讲话 他表示 当今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 加速与交通 医疗 教育 科研等领域深度融合 助推了全社会的信息化转型升级 特别是在这次抗议工作中 信息通信技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 在泰式的研判 信息共享 流行病学的分析等方面 显示了巨大的能量 对于科技抗议 他认为 首先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首先要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在疫情面前 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 始终把人民的生活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全所未有的 调集了全国资源 开展大规模的救世和防控 全社会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 做就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 舍身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济的一个伟大的抗议精神 钟南山说 要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手段来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提升防控和救治的能力 有利于切实维护人民健康安全 要坚持信息的驱动 科技创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全国的网信工作者 会同社会各界夜以至日的公关 在跟踪筛查 物质保障 大数据应用等方面 为疫情的防控工作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要进一步利用信息化的手段 来健全预警的响应机制 提升防控和救治的能力 有利于切实保障人民健康的安全 钟南山称 在当前抗疫的严峻形势下 国际社会需携手合作 在疫苗研发 5G医疗 数据共享等领域 开展更高 更紧密和更全面的合作 在当前抗疫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下 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合作 携手抗疫 国际社会需要携起手来 贫瘠分歧 在疫苗的研发 5G的医疗 数据共享等等领域 开展更高 更紧密 更全面的合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正茜茜茜茜赞 Willk